賴清德他日前否認 台獨金孫之稱 但是又喊話說要開放兩岸對話 但不過最近他卻改口了 他說中國共產黨 最希望藍白河下架民進黨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他說藍白河的理念 是所謂的政治分贓 現在把這個藍白來扣個帽子 那麼時事評論員程輝文就說了 賴清德自己把台獨金孫的 這個貼紙給貼回去 質疑用這樣的催票工具 就算當選兩岸的關係 想好嗎 不可能 那麼馬文君呢 他之前不是被指指說 他是這個 怎麼講 因為他沒有簽名 所以馬文君呢 其實他後來呢 他是被扣了個紅帽子 甚至呢 他也說他是被洩密 但沒有想到呢 現在綠營自己爆出了一堆 醜聞非聞 所以他就說了 破壞國家安全的 其實不是藍白河作 是你民進黨 你民進黨的是 綠紅通姦 因為呢 你們自己呢 說抗中保台 但其實呢 私底下還挺親中的呢 好 怎麼說 因為之前呢 不是有這個徐春英事件嗎 但是呢 那個時候徐春英的時候 柯文哲他有講說 為什麼來徵召徐春英 但沒有想到 這個賴清德居然說 是所謂的政治分贓 就是故意呢 來親共 但其實現在馬文君說話了 他說真正親共的人是誰 搞不好就是你自己民進黨 那麼現在台下政治系的副教授 彭景 這個彭景彭他就說了 這種的說法是無知跟抹黑 理念合與不合 不是關鍵 政黨透過協商組成的聯合政府 這才是我們台灣民主治理的本質 不是嗎 因為現在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喔 開民主倒車的 就是你民進黨 那難道 我們現在想要用民主治理的本質 不行嗎 來我們來看過的是 柯智恩就說囉 賴清德現在就很像 這個童話故事裡面的壞皇后 得到的答案 必然都是他想聽到的 只要是他不想聽到的 他就會認為說你這個魔鏡亂講話 所以啦 鄭麗文就說了 魔鏡是誰 魔鏡是壞蛋在用的 好人需要魔鏡嗎 好人需要有人幫他洗腦 講一些他想聽的好聽話嗎 不需要 史詞評論員張宇軒就說了 賴清德現在喔 好啦 自己呢 搬石頭砸地的腳 連基本盤可能都拿不到 因為有些綠營的支持者 尤其是年輕人 你走在路上 對於民進黨很感冒很反彈的 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多了 基本盤開始鬆動了 是民進黨自己內鬥給弄倒的 所以狗急跳牆啦 想打一個抗中保台牌啦 又要再賣芒果乾啦 有用嗎 過去或許有用 但他認為這次選舉恐怕沒用 只要藍白河 你就準備躺著輸 甚至還說 不如趕快去拜見英系大佬來求助 好這是史詞評論員張宇軒 他在臉書上所寫的文章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他剛剛不是說嗎 基本盤恐怕都拿不到了 我們就要來看2024的總統 絕對不會投給誰 或是不想看到誰來當選 資料來源是 美麗島電子報喔 來我們來看到是最近一次的 不希望誰當選 或不想投給誰 賴清德占了就29.2%喔 這個數字不是你的支持度喔 是民眾不想要看到你當選喔 科文者14.8% 何友宜是11.1% 那麼另外大家想問的是 蔡英文7年多來快8年了 執政表現又是如何呢 滿意度43.9% 不滿意度喔 已經達到了50% 這個數字是什麼 代表什麼意思 你走在路上 過半的民眾都是不滿意 你們現在的執政表現 那他就有說了 蔡英文在今年10月份 現在10月要結束了嘛 最後一天了 信任度42.5% 比上個月又再減少了5.4個百分點 等於是來到今年的最低點喔 數字還會再低嗎 有機會 現在49.8% 幾乎過半的民眾是不信任 蔡英文與蔡政府的 那怎麼辦 好 他們當然就很怕藍白河了 因為賴清德就在受訪的時候 指出說中共最想藍白河了 又要把這個問題抛給對岸 就說呢 現在藍白河可能都是中共在操作 中共的意思 那麼引發熱議 謝寒冰就直言說 對於賴清德來說 唯一勝選的可能就是藍白不合嘛 還不斷的用測意來告訴選民 藍白河就是政治分贓 那他除了打這個所謂的抗中保台牌 過去的老牌之外 還會發動撤印網軍來護駕 顯然今年看來沒招惹 對賴清德來講 他現在唯一勝選的可能就是藍白不能合 藍白不能合他就掛 所以現在他最創的人是他 是 所以他當然要極盡抹黑藍白河之能事 所以就現在民進黨這些撤衣 就不斷告訴你 藍白河就是分贓啊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他自己說 中共最怕民進黨繼續執政 中共幹嘛怕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是中共 我看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高興都來不及 因為你在幫著我把台灣害死 對不對 省了我多少力啊 我幹嘛 我建那些軍隊我對付美國就好 根本不用對付台灣 因為台灣自己把自己都搞垮 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現在大家比較焦慮 就是藍白到底會不會合 那今天 其實不只是我們在關注 民進黨那邊也關注得很厲害 我相信賴清德他們那邊一定在看 看柯文哲跟朱毅仁到底談出什麼東西 結果今天這個結果一出來 我看民進黨大概暫時鬆一火氣 賴清德顯然現在沒招的狀況下 他現在就是每天在求爺爺告奶奶 求神拜佛 就是希望藍白能夠標和 所以他會用盡各種方式去 用他的網軍去反竄 去故意製造仇恨 去讓你們藍白最好吵到不可開交 對 基層對立 他希望到最後就算你們上面的想合 下面的真彩會讓你合都合不起來 也翻臉了啦 對 因為你想想看就算到最後真的 好不容易大家真的藍白合了 可是呢 有一票藍的跟一票白的 都因為你們合了我就不要投了 那這樣子對賴清德來講 也是不錯的一個發展方向 好接下來我們掌握忠實評論 眾所矚目的藍白和問題 在昨天終於有初步進展 諸科會達成了四點共識 包括我們一開始所說的 反民主獨裁還有重啟兩岸對話 強惠我國的國會功能 以及立委席次的最大化 其中重啟兩岸對話最具意義 藍白政黨聯盟 架構上的中華民國問數 可以形成台澎金馬大共識 那麼對此呢 其實這共識的基礎跟 大陸形成兩岸永久和平的共識 終於逐漸出爐 那麼來我們看抗中保台牌 賴清德日前不是有承諾嗎 這個義務役不會上戰場 但是被國防部長邱國正打臉喔 表示戰場沒有前後方之分 對於賴清德這範言論 他也不予置評 民進黨最近呢 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也指國民黨的馬文軍 民眾黨提的不分區 陸佩徐春英 如果兩個合作 可能會有國安危機 馬文軍就怒嗆 不要再說三道四 而對於ETtoday新聞雲公布的一個最新民調 超過五成的民眾認為 賴清德當選過後 那麼兩岸關係會更加緊張 謝寒斌也直言說賴清德提不出新的相關政見 只能夠繼續打他的抗中保台牌當作最後服務 為了搶攻七年票賴清德才向大學生拍胸脯 保證義務役不會上戰場 卻被國防部長邱國正狠狠打臉 義務役的軍人 其實他也主要是在守這個基礎設施 並沒有直接上第一線陸海空的這個領域裡面去 那外島有差別啊 那外島不見得有兵員啊 那可能就要抽籤 就抽到外島去 賴清德承諾不攻自破 畢竟戰爭一來處處是戰場 何來一二線之分 可能要請賴清德跟我們解釋一下 哪裡才是前線 戰爭一發生到處都是戰場 不要說義務一上戰場 我們平民老百姓小朋友都上戰場了 備戰重要 指戰更重要 賴清德勸選擇將炮口對向藍白 又打國民黨的馬文軍 左踢民眾黨徐春英 綠營矛起來要扣國安破洞紅帽 每一個政黨呢 在推薦部門區立委的過程當中 是希望能夠考量到國家安全的維護 所有在我們中華民國 都有一樣的憲法保障的這樣的身份 那你還在那指三到四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不恰當的 民進黨總將抗中視為特效藥 如今藥效卻失靈 ET Today新聞雲宇公布最新民調 有65.9%的民眾擔心台海兩岸會發生戰爭 認同2024總統大選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高達63.9% 而在三位總統候選人之中 更有超過五成的民眾認為 賴清德當選會讓兩岸關係更緊張 俄乌戰爭有 以哈戰爭 其實都讓大家看到 見識到戰爭的可怕 所以我覺得今年去打抗中保台 其實是個反效果 但是民進黨因為現在他的施政 根本乏善可成 什麼東西都亂七八糟 所以對賴清德來講 這是他最後一根服務 愛台口號成為綠營標配選舉 一來拼命抹紅 如今六成民意擔心兩岸戰爭 民進黨難道要說民眾都是中共 同路人嗎 藉著稱子翻張諸函 台北報導 好 繼續來掌握的是 今年有民進黨市議員 揭發一面疑似國軍的抗彈板 居然可以被刺刀給刺穿 實在蠣引發外界熱議 當時國防部就發了一個新聞稿 回應說這個抗彈板 已經被認真是具有抗彈的效果功能 沒有什麼呢 根據平面媒體在昨天的報導 指出軍備局 2018年2月到8月所制產的 大量使用的防彈頭盔 跟戰鬥背心抗彈板 超過4.5外件 是沒有財團法人國家基金會的認證標準 現在已經分發給第一線的部隊來做使用了 等於官兵的安全性 令人擔憂 至於今天 中時新聞網的一個最新消息 太陽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有一身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有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給�克暗 有額外的折扣 有額外的折扣 可以 可以 每日功夫 請 先生 請